现在就灯马,唐杰威敢迷茫,在高台的七十二天,虽然他一直在修炼,也有静静,但自问,距离灯顶依然有差距。 如今距离最后的离去还有七八十日,那猴子却说他没有多余的时间了,此话何解,何意呢? 或许关键就在那封顶之上,灯顶不过是过程,站在高处参悟仙人遗则方式结果。 如果看到这样的话,那么这剩下的时间还当真不多了,只是,前路艰难,自己真能上得去吗? 唐杰威可是清楚的记得,这最后的一百三十八米路,是每十米一奖励,以此推断,难度必增,想要上去怕是不易。 老实说,在这个问题上,唐杰也觉得迷惑,那是他这段时间在水月洞天的境界,无论如何也算神速,毕竟,他是从九转巅峰,提升到开始大成,这是一个完整境界的提升啊。 以如此提升,还不能登顶,那别人怎么办? 就算那些天心真人和自己一样,有备而来,以快速度过心魔为提升方式,那也只是和自己一样的一个境界。 唐杰不信,以他们的修为,在后面还能进步得比自己还快。 而且,以时间论,承诺了罗寒真十万贡献的唐杰,在时间上也不再输于任何人。 从这方面来说,唐杰若登不上顶,那其他人就没理由能登顶了。 也罢啊,也罢。 既如此,那便上去看看再说吧。 想到这儿,唐杰向着山顶走去。 一步踏出,唐杰陡然一正,束缚全身的力量仍在,却没有预期中的强大,反倒与之前登顶七百五十米时差不多。 考虑到这七十二日的禁忌,唐杰感觉反倒比之前更轻松了点。 此刻,此刻,踏上一步时节,唐杰只略微休息片刻,就继续向上走去。 第二步时节,力量依旧不大,没有帝次增加的压力,唐杰走起来竟越发的轻松起来。 这让唐杰感到狐疑,他知道,如果石阶上没问题,那只怕其他方面就会有问题。 果然,在登上第二层阶梯后,唐杰突然听到一阵细细索索的声音。 这声音起初细小,渐渐便大了起来,如海浪呼啸般,游远接近,声浪越来越大,渐渐地竟弥漫了整片天空。 唐杰这才看到,那是一片银色的云巢,正从远处呼啸而来,弹卷着,冲向自己。 等到那云巢飞进了,才看清,这哪里是什么云巢啊,分明是无数银色细舌组成的大巢。 藏巢蛇,唐杰的眼神猛地收缩,看到此物,他知道,这多半就是赵辉所说的藏风蛇了。 之前他上山时就曾想过,为何此物还未出现,此刻却是一出便铺天盖地。 看着这些小蛇的铃甲,各个逆声而起,有如道声利刺,三角小脑袋上更是撩雅森森。 虽然体积不大,但无数银蛇交缠在一起,看得让人头皮发麻。 天空中,你再度响起那猴子的笑声。 哼哼哼,冲吧,唐杰,拿出你所有的实力,这些藏风蛇便是这138米山路上最后的天气,冲过它们,你便赢了。 此话当真嘛,唐杰吼道,大不了我冲杀这十米处,让农堂弟子以为我再取一株香鸡草来。 他虽然错过了200米的香鸡草,但是,选药是以当前高度往下挑,高度越高,药物价值越大。 这200米的香鸡草,他虽然错过了,但不代表他以后不能再选。 只不过,站在高峰选低谷之药,在价值上会有所损失,但是为了冲冠,这点损失也算不了什么了。 猴子大笑道,嗯,随意随意,你若真以为有了香鸡草便可挡着藏风蛇,自去取了便是? 什么? 唐杰一呆,难道赵辉骗我? 他倒是没骗你,不过他所知的,不过是些无守护任务的散乱风蛇,却不是这些承担着守护之责的风蛇。 你在高台误了幻境,心魔影响下,风蛇不会攻击你,但当你身上踏上这最后的138阶时阶后,就注定了要受到风蛇的围攻。 什么药物也无法阻止他们的疯狂。 就此言,你不取那香鸡草,反倒是正确的。 说着,猴子的声音突然一铃,这最后的138米,唯有一路杀上去,这也是喜悦派历代祖先的遗讯。 至高之道,固然有坚持不懈的努力,同样要有血与腥风的战斗。 血沙之道,杀戮之道,围杀之阁。 随着猴子此刻化尽,那些风蛇仿佛得了命令一般,早已一起涌上,银色的光波瞬间淹没了唐杰。 看着那银色风潮铺质,唐杰心中倒是有了一丝明雾。 原来是这样吗? 他淡淡自语。 其实,750米高台,就已经是最后的力量巅峰。 按照力量来算,差不多正好是提升一阶,再发挥权力可以到达的地步。 至于说,这最后的138米,要求的不再是实力提升,而是意志、战力与勇气的结合。 最后之路,围杀而已。 明白了这一点,唐杰反倒放下了最后的担忧,再没什么可牵挂的。 此战,战便战。 他唐杰自出道以来,什么都缺,就是不缺战斗经验。 一群畜生而已,还吓不到自己。 此刻,他看着那扑面的银浪,大笑出声。 然后,他抽刀了。 断肠刀赫然在手,已斩出一片火浪,迎面撞向那银片残棚。 云巢历时炸起一片尖笑之声。 无数银蛇同时开口,尖笑声撕裂长空,竟刺激的唐杰眼前一昏。 随后,就见到那些银色风蛇,已如飞蛾扑火般,就这么撞进火堆。 林甲奔章,要出惊人的光辉。 一条条风蛇在火云狂卷中坠落,这些风蛇的防御力看起来并不算强。 但是,更多的蜂拥而至,火浪上,撞上了银海。 只璀璨了一个瞬间,便扑斥一声,被浇灭了。 唐杰横刀再斩,无双斩。 一道刀劲如光柱似射,打在风蛇群中,已在风蛇群中开出一个大洞。 不过下一刻,刚刚现出的孔洞,就被密密麻麻的风蛇填满了。 他们张着獠牙,在空中扭曲着,继续狂奔地飞向唐杰。 唐杰起刀,出掌,又是两拳起掌风拍出,接着嘴一张,一股红风喷出。 修成开石后,唐杰的施法速度比以前快了许多。 这一刻连续发威,然而,风蛇群就像杀不光的人一般。 面对着汹涌攻击,前面的尚未死绝,后期就已是拥挤而至。 当天空中两击巨大手掌震遂无数风蛇的一刹那,风蛇群也终于到了唐杰的收顶。 尖利的笑声如此耳朵,无数蛇头已纷纷对着唐杰咬下。 伴随着凶猛场面的唐杰,身上是金光一闪,无相金身。 二十年苦修,如今的无相金身下,唐杰全身比以前更坚硬了。 风蛇的疗牙咬在唐杰的身上,未将它的皮肉撕下,反倒是崩了自己满嘴是血,牙齿崩碎。 那些风蛇却全然不顾,依旧是一口接一口的咬下,仿佛如吞金脚铁一般。 唐杰真正领悟了什么叫疯狂与汉不畏死。 站在这山顶石阶上,他全身已是挂满了风蛇,身上更是响遍了那令人听着心计的嗜咬之声。 这些嗜咬,虽然不能伤害到唐杰,但是,伴随着一下要一下的攻击,就算是钢铁也有承受不住的时刻。 哭,唐杰的肩上突然冒出一丝血花。 一条风蛇,竟然咬穿了他右肩处的防御,那如钢铁般坚硬的肌肤,竟然现出两道淡淡的齿印。 尽管坚韧的皮肤已崩碎了风蛇的牙齿,那银色风蛇还是发出兴奋的欢笑声向着伤口内部挤去。 妄想! 运气作用下,伤口处已重新变得坚弱磐石,那风蛇刚把半个脑袋挤进伤处,就感觉周围内壁骤然坚硬。 啪的一声,整个脑袋都被生生假暴,就这么挂在唐杰的伤口处。 同时,唐杰也推出一掌,在扫臂大量风蛇的同时,向后退出一步。 他退了,自进入这水月洞天以来,唐杰破天荒头一回,向后退去。 一步,两步,他在这石阶上一共走出两步,此刻两步一退,便回到七百五十米高台。 那些风蛇并没有因此停下进攻,不过,后续的补充却大大减少。 唐杰趁此时机连续出手,将围攻自己的风蛇杀得干干净净。 再看身上,就这一块功夫,自己竟已被咬得遍体鳞伤,身上更是挂了好几条风蛇。 看到此景,唐杰脸色也是一尘。 这些风蛇个体实力不强,但数量够多,又够凶悍。 现在看来,不把他们杀光,怕是上不了山顶了。 只是就在此时,那讨厌的猴子笑声又再度响起。 哼哼哼哼哼哼,我知你在想什么,你一定在想,你的时间还够,只要抓紧时机杀的这些风蛇,就能上到山顶吧。 不过你错了,这藏风蛇乃是秉承水月洞天特有的浓郁灵气而生。 天赋轮回,你杀死多少,就能再生多少。 不信,你且看看那些尸体。 唐杰向地上看去,果然,那些风蛇的尸体正在慢慢消融,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吸收它们一样,渐渐地融入这片土地。 看到这一幕,唐杰低呼出声,轮回嘛。 出物生命的唐杰,那一刻感受到一点悼念力量。 知道,这些藏风蛇不知何故,竟然沾染上一丝轮回道果,以至于,只要身处这片天地之中,就可以不断地复生。 这就是,为什么他们如此汉勇的缘故,他们根本就不怕死。 其实,单以风蛇的攻击,唐杰也不是不能对付,以他无相精深的实力,要抵抗一段时间还是没问题的。 问题是,这最后的138米,虽然没有再提升,但至少还保留了之前的力量。 要想过这138米路,依旧需要唐杰用尽全力,且要走上一天的时间。 如此一来,在这山路上步步维艰,同时还要抵抗风蛇的侵袭,更是极难做到。 事实上,唐杰刚才连十分钟都没扛住,就算他经验不足,再怎么提升,能提升到扛半个时辰都是极限。 要想过关,那是万万不能的,除非,他能在这之前冲过三枯节,力量大声,通过山路时间大大缩短,则有可能强冲而过。 那750米后,十米一讲的缘由,就是由此,他其实不是走到哪儿就讲一次,而是看最后冲击的距离,冲得有多远,奖励就有多少。 实在此官太难了,十米台阶便是天天,想到这儿,唐杰大声道,此官太难,强灯更有性命之忧,不像我喜悦派应有之风格。 水月洞天,修炼之地,给点难度没问题,要是给出人命,就不正常了。 那猴子一道,既是血战,岂能误险,陷路之上生死相伴,哪怕是冲击子府,都要冒性命之忧。 你若无胆,自不必行,要何须你说什么该做,什么不该做? 唐杰眉头一挑,那是不是说,这冲击路上为了胜利,我什么都可以做? 猴子大笑,自然自然,如你所言,此官太难,考验的不仅是力量,更有这重压下的挑战。 既如此,你有什么本事,经可使出,只要能上得封顶即可。 好,唐杰大吼,就等你这话呢。 说着,他探手入带,已取出一物,京门棋。 下一刻,唐杰信手一甩,那京门棋已插在高台一角。 按着是井门棋,杜门棋再生。 分手二地,成三角之势。 唐杰手一甩,已是大把的材料飞出。 嗯?不振? 那猴子就算不懂振道,此刻也看出了唐杰在干什么,师生惊叫起来。 你竟然在水月洞天不振,你从哪来的材料? 唐杰大笑道,当然是带起来的。 玄月真君亲自看过,确认无误,许我呆入。 而今,你更是说过,由我发挥。 既如此,我自当有什么手段使什么手段。 我通阵道,这喜悦派人尽皆知。 此刻布阵,有什么好稀奇的? 玉天龙武阵,给我起。 随着他的大声呼喝,双手连挥,高台上已放出一片滑光。 一道龙形光柱,已冲天而起。 那猴子看得呆滞,喃喃道, 真的是阵法,真的是阵法。 他不知道,这玉天龙武阵是什么阵法。 但他知道,唐杰既然把他摆出来了,那肯定有他的作用。 只是想不通,玄月真君是怎么让他带起来的。 不过,说起这个,还真是冤枉玄月真君了。 阵之一道博大精深,虽然需要材料,但材料之间也是可以替换的。 唐杰早就了解过,哪些东西不能带进水月洞天,哪些又可以。 这些材料,就是他费尽心思带进来的。 每一件单独拎出来,都不属于违禁品。 但是,组合起来,却又可以成为震道需要的材料。